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或讲影视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小丑、笑容背后的社会阴影 二、摩天大楼、高空中的生死较量 三、王冠、皇冠下的权力与情感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小丑、笑容背后的社会阴影 各位同学、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那不让人既爱又恨 继笑又气的电影《小丑》 这部电影就像是一块糖衣包裹的炸弹 外表诱人内里暗藏玄机 首先,我们得承认 这部电影的主角小丑也就是亚瑟·弗莱克 他的笑容比我上课时的笑容还要迷人 但是,这笑容背后隐藏的是一系列社会问题的阴影 比如贫富差距、精神健康忽视以及社会的冷漠 这些问题就像是一道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让亚瑟在跳舞时都能跌个四脚朝天 《小丑》 这部电影它巧妙地将一个超级反派的起源故事 编织成了一部关于社会边缘人的悲剧 亚瑟的每一次笑都像是在对这个世界说 你看,我多么努力地想要融入你们 但你们给我的只有冷漠和嘲笑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那句老话 社会是一面镜子 你对它笑,它也对你笑 你对它哭,它还是对你笑 在《小丑》里,这面镜子似乎有点故障 只剩下了冷漠的笑 电影中,亚瑟的转变是一个缓慢而又必然的过程 它从一个渴望被爱和理解的小丑 变成了一个引发城市混乱的符号 这个过程,就像是开一个慢动作的车祸现场 你知道,结局会很糟糕 但你就是一步开眼 这也许就是小丑的魅力所在 它让我们不得不面对那些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选择忽视的阴暗面 而且,这部电影还有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地方 那就是它让我们对一个坏蛋产生了同情 这就好比你在看一场足球比赛 本来应该为进球欢呼 结果却发现自己在为对方的守门员受伤落泪 小丑,就是这样 它让我们在小丑的疯狂中看到了人性的脆弱 总之,这部电影就像是一面照出社会阴暗面的镜子 让我们不得不思考 在我们每个人的笑容背后 是否也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痛苦 而我们社会又该如何去拥抱那些在阴影中挣扎的灵魂 好了,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下次我们将讨论小丑在不同文化中的象征意义 以及为什么小丑在儿童生日派对上总是那么受欢迎 尽管他们有时候会吓哭小朋友 别忘了,作业是写一篇关于小丑中的象征主义的论文 下周一交 记得,不要只写笑话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摩天大楼,高空中的生死较量 摩天大楼,Skyscraper 是一部2018年上映的美国动作片 由道恩,强森,Dwayne Johnson主演 讲述了一位前联邦调查局人质救援队队员兼战斗老兵 如何在一座超高摩天大楼中拯救他的家人的故事 这部电影充满了高空特技和紧张刺激的情节 让观众在观看时既握紧了座椅的扶手 又不禁想要检查自己家中的烟雾报警器是否正常工作 首先,我们得承认,道恩,强森 在这部电影中的角色,威尔,索耶 几乎是现代超级英雄的华山 他不仅要面对恐怖分子和火灾的双重威胁 还得克服自己的身体障碍 他有一条假腿 这位硬汉在电影中的表现 让人不禁想起了那句老话 不是所有的英雄都穿披风 有时候,他们穿的是防火服和甲织 电影中的摩天大楼名为珍珠 是一座位于香港的虚构超高建筑 高度达到了惊人的3500英尺 约1066米 几乎是迪拜的哈利法塔的两倍高 这座大楼不仅是住宅和办公空间 还包含了内部花园 瀑布以及一个巨大的球星观景台 简直就是未来建筑师的梦想 和保险公司的噩梦 影片中的一些场景 比如,道恩 强森用绷带和胶带固定自己的甲腿 或者在摩天大楼外墙上进行高空特技 都让人不禁想起了那些只要有足够的胶带 世界上没有什么是解决不了的事的生活小窍门 当然,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建议 任何人尝试这些特技 除非你也有一套完整的好莱坞特效团队 在背后支持 电影的另一个亮点是它对现代建筑技术的展示 尽管有些夸张 但它确实让人们对未来建筑的安全性 和可持续性产生了思考 从智能建筑系统到防火设计 虽然,珍珠在电影中遭遇了不幸 但它也展示了人类对抗自然灾害 和人为威胁的决心和创造力 总的来说 摩天大楼是一部典型的夏季大片 充满了爆炸 特技和道恩 强森的肌肉 虽然它可能不会在电影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 但它确实提供了一个逃离现实 享受视觉盛宴的机会 而且,如果你曾经梦想过 在一座超高摩天大楼的顶端 与恶势力搏斗 那么,这部电影无疑能够满足你的幻想 只是记得 现实生活中 最好还是把这种高空较量 留给专业人士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王冠》 《皇冠》下的权力与情感 《王冠》 《The Crown》 是一部深受观众喜爱的Netflix原创剧集 它以高度戏剧化的方式讲述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统治生涯 从她年轻时即位开始 穿越数十年的政治变迁和个人挑战 这部剧集不仅是一部历史剧 更是一部关于权力 责任和情感的精彩叙事 首先,我们得承认 《王冠》的制作团队 在细节上下了不少功夫 从华丽的服装到精致的场景设计 每一帧都透露出英式优雅 但是,如果你以为这部剧是纪录片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编剧们在历史的基础上 加入了许多戏剧元素 有时候为了故事的连贯性和观赏性 甚至会对事实进行一些艺术加工 让我们来聊聊剧中的几个关键人物 首先是女王本人 伊丽莎白二世 她是个典型的英国铁娘子 面对政治风波和家庭纷争 总能保持那副泰然滋若的表情 但是,王冠揭示了 她坚强外表下的疑惑和脆弱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立体的人物形象 然后是她的丈夫,菲利普亲王 在剧中,她时而是支持女王的监视后盾 时而又是个寻求自我价值的叛逆者 她的角色复杂多变 让人又爱又恨 别忘了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的故事 这对夫妇的婚姻和分裂 成为了全球媒体的焦点 王冠对他们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挖掘 展示了两人在皇室的压力下 如何努力维持自己的爱情和个性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你是一位皇室成员 每天的日程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连吃个烤鸡都要穿着晚礼服 这得多么希望偶尔能穿着睡衣点的外卖啊 而且,你的每一个小动作 每一句话都可能成为头条新闻 这简直比参加真人秀还紧张 总之,王冠是一部精彩的剧集 它让我们得以一窥皇冠下的权力与情感 同时,也提醒我们 即使是皇室成员 他们也有着和我们一样的人性和情感 不过,下次你看到女王在电视上波澜不惊的挥手时 可能会想起,王冠中的那些幕后故事 心想,哦,如果她也像剧中那样有话直说就好了 各位同学,朋友们 今天我们聊了三个截然不同的电影和剧集 它们分别是《小丑》、《摩天大楼》和《王冠》 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社会问题 个人挑战和权力的复杂性 《小丑》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的冷漠和对边缘人的忽视 同时也让我们反思笑容背后的痛苦 这部电影用一个反派角色的启人故事 带给我们许多思考和共鸣 《摩天大楼》则是一部充满刺激和特技的动作片 让我们在高楼大厦中感受生死较量 这部电影给我们带来了一种逃离现实 享受视觉盛宴的机会 同时也引发了对未来建筑和安全性的思考 而《王冠》则以英国女王的生涯为蓝本 讲述了权力、责任和情感的故事 这部剧集通过精致的制作和戏剧元素 让我们看到了皇冠下的人性和复杂性 在这些作品中 我们看到了不同的故事和角色 但它们都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和共鸣 它们给我们带来了娱乐 同时也让我们更加关注社会问题 思考人性和情感 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对这些作品有何感受? 你认为它们揭示了什么问题和观点?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出问题 记得 笑容背后隐藏的是什么呢? 在高楼大厦中 我们能学到什么呢? 权力和情感又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呢? 我期待听到你们的想法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